印度强奸案屡屡发生 那两年前一名52岁丹麦籍女游客 在新德里向路人问路 没想到5名青年轮奸和打劫女游客 承审法官昨天下判裁决5名被告强奸罪名成立 判处被告终身监禁 但是被告不服提出上诉 控状指出2014年1月14号 在新德里自由行的受害者迷了路 无法回到酒店 因此向5名20多岁男子求助 没想到5人见色兴起 将受害者带到火车站的偏僻地方 用刀子威胁他乖乖就范 最终受害者惨遭5人轮奸 法官裁决5人罪名成立 判处每名被告终身监禁和5万卢比 折合3000令吉 5名被告不服判决要求上诉